哈喽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直说电影的唐三领 那么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部喜剧科幻片黑衣人二 续黑衣人一的剧情 我们的男主角小黑现在已经是独当一面的老大了 只不过小弟太弱只会哭哭啼啼 连个小虫子都搞不定 小黑呢只好消除他的记忆并开除了他 然而一条狗狗自告奋勇说要当小黑的搭档 现在让我们进入剧情 呀又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条虫虫呢 趁着外星飞船进入地球 原来这只虫虫是为了寻找萨塔之光而来 用它来摧毁萨塔星球 为了行动方便 虫虫变成了一个大伯妹子啊 大伯妹子找到了这个双头傻帽哥逼问 萨塔之光的下落 傻帽哥带妹子来到披萨店 逼问与黑衣人K有联系的店主 恰好被大眼妹看到 大眼妹害怕的躲起来 所谓猪一样的队友啊 傻帽哥四只眼睛都看不见大眼妹 就这样走了是不是傻呀 随后小黑来到了向大眼妹了解情况 了解了解着就顺便吃个饭约会会什么的啊 哎你们懂的啊 美女谁谁不行动呢 纠结一番之后 小黑最终还是没有消除大眼妹的记忆 黑衣人自已告知 小黑萨塔之光早就被黑衣人K送离了地球 但大伯妹子既然来到了地球 说明他还在地球 小黑呢只好找到K 但是呢K之前被小黑消除了记忆 根本不记得这件事情 也不相信有外星人 但看到游局的同事呢 都是外星人之后 K只好跟着小黑来基地恢复记忆 但不久后呢 大伯妹子也来到了基地 刷刷刷的就靠 哎不就靠这个重重的触手啊 控制基地 并放出被关押的犯人 让他们去追杀小黑和K 画面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小黑和K啊 两人知道基地被控制之后 立即逃了出来 哎这方是酸爽啊 这玩意是在冲浪吧 果然是外星人的东西 一代车比一代车险进 按个按钮 这个车啊就自动来到跟前了 小黑带着K来到杂货店地下 因为记忆恢复机器 是在这里了 但这破烂玩意儿是不是靠谱 连店主心里都没有点 果然被折腾了一番呢 K还是没有恢复记忆 按着把老骨头啊 是受不了了 不玩了 说完了转身 K就离开了 最后大伯妹子放出来的犯人来到了 三下五出二就抓住了小黑 来到大街上呢 K看到满大街的外星人 深藏脑海的记忆被唤醒 于是返回去救出小黑 但K呢实在是不记得 萨塔之光的事情 两人呢 只能回到这个披萨店 问大眼妹无意之中呢 找到了线索一条钥匙 因为小黑不愿意消除大眼妹的记忆 K呢只好将大眼妹带回去 让几条夜行虫来保护她 两个人就跟随钥匙线索 开了一个储物柜 还好堂次里没有密集恐惧众啊 这柜子里都是虫子呀 当然了 这也是K当年留下来的线索 K又根据线索来到了影像厅 看到了当年事情发生的经过 知道了萨塔之光 其实是一条狩猎 而且呢正在大眼妹的手中 小黑呢想让搭档狗狗去接大眼妹 但狗狗呢早就被大拨妹子绑住了 等到小黑两个人来到大眼妹避难处呢 看到的是一片狼藉 只留下断尾的夜行虫 当然虫虫可以这个 接回断掉的身体的外乡人嘛 两人和刺虫呢 闯进了别人家里 在一家子不明 所以中开启了武器库的大门 拿完武器后就关门 哎别忘了消除记忆啊 离开前呢 小黑还不忘了向这家人开玩笑 从进门到离开 一气合成一家子大脑 完全的脱陷了啊 画面又来到了基地 大拨妹子给刚来的小黑两人 就送了一大拨子弹 哎为什么要说大拨啊 不过主角怎么能中招呢 一行人啊 躲在了电梯的上方 K掩护小黑 离开电梯去找大眼妹 四条夜行虫被吩咐去关闭 总电源防止飞行机起飞 不过呢 K刚出电梯 就被大拨妹子抓住了 这大拨妹子 是不是玩出手玩上瘾了吗 不说大拨妹子 有没有上瘾啊 我是上瘾不是我们的小黑是玩上瘾了 离飞行器起飞 还剩下两分钟的时候 然而小黑还慢吞吞的 时不时整理一下西装 不注意间呢 被敌人抢走了 枪支 不急不慢的玩个棒球 打个拳雷 最后呢 当然是搞定敌人了 在最后一秒关闭开关 救出大眼妹子 原来是在位子面前耍帅呀 最后呢 小黑返回去 一枪崩了大拨妹子 救赎了K 全剧中 才怪 大拨妹子呢 只不过是被打回了原形而已啊 K告知小黑手链呢 不过是指示飞行器的位置 如果手链不能在午夜前离开地球 就会自行爆炸摧毁地球 哇 这手链的威力比原子弹 要强上千万倍啊 很快呢 大拨妹子就追上小黑一行人 想想以前啊 小黑才是一个菜鸟 风水轮流转 现在K呢 才是真正的菜鸟 连车都不会开 被小黑默默鄙视了一番之后 小黑开车 将大拨妹子引入地下 在计划中 大拨妹子被大虫吞进肚子 为三人夺得逃离的时间 三人呢 来到萨塔星球起飞点 K再说出真相 大拨妹才是萨塔之光 熟练呢 不过是GPS定位而已 恋情刚刚开始就面临永别 但为了地球的未来 小黑放下私情 让大拨妹离开地球 这浓情烈焰的气氛中呢 大拨妹 不不 是这个虫虫啊 虫虫出现打断气氛 小黑很不幸的被抓住 K呢 当作没有看见小黑被抓住 劝说着大拨妹离开 为了爱人和母星 大拨妹最终坐着小飞船离开了 虫虫呢 追上去 却被小黑和K一人一枪打爆了 这枪啊 还自带烟花的效果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总体来说 黑人2第二部剧情 比第一部呢 是更加清晰 趣味点也很多 还有爱情在里面 带给观众呢 更多的惊喜 想看更多科幻电影 请关注唐司令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词曲 李宗盛